請發音標準一點 不是烏烈 再來一次 預備 四 烏烈 因為在安達羅斯亞 他是相對的比較原始的 比較十九世紀的這種 大家直接熱情 所以不用太拘束 因為有這種特質 所以來自歐洲巴黎的俄羅斯巴黎舞團 非常的驚訝 也同時產生了很多靈感 其中那位他們的總監 迪亞格列夫 他就產生出很多想法 要做出一個很獨特的芭蕾舞劇 所以有了現代藝術 跟傳統藝術的衝擊 所以我們接下來 又來這一首象徵著迪亞格列夫 他腦中所產生出的靈感 要把現代的感覺 融入在傳統安達羅斯亞的音樂舞蹈當中 我們接下來 請我們的舞者帶來這首 華吉拉斯 玫瑰花蟲之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加油 巴黎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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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達魯西亞的風情搭配著比較現代感的音樂 剛才這個音樂是現代人做的 我們只是用它當作感想 例子 讓大家知道 比亞克里夫這位俄羅斯來的藝術經紀人 他腦中浮現了這種非常前衛的但又很傳統的構想 那他到了安達魯西亞當然不能免許 一定到處去旅遊 他們旅遊的地點一定會去格拉納達 格拉納達來在座去過西班牙請舉手 有沒有聽過格拉納達 有 聽到什麼東西 這個經典的建築物叫做 阿蘭布拉宮 最近有個韓劇阿蘭布拉宮的回憶 大家有看韓劇嗎 沒有 沒有 那你就跳過去 那是玄冰演的記得看喔 阿蘭布拉宮的回憶 那阿蘭布拉宮是一個很經典的回教宮殿 可是呢是在西班牙國境 可能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不習慣喔 西班牙曾經被阿拉伯人統治過700多年 從西元711年到1492 所以格拉納達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棒的阿拉伯宮殿 叫做阿蘭布拉宮 到現在都是一個經典的觀光景點 那當年1910年代 俄羅斯巴勒姆團 由當時的大作家 大作主家 他們到處去旅遊 他們那時候旅遊到阿蘭布拉宮 就直接在獅子宮廷那邊摸著石獅子拍照 你們去的時候可以摸嗎 都圍起來對不對 都很遠 年代不一樣 當時他們是在拍照 就有了阿蘭布拉宮的這個經驗 他們產生出了很多的構想 所以我們讓大家有這個聯想 又請來我們的吉他老師 為各位演奏這個五點月裡面 最出名的名曲之一 阿蘭布拉宮的回憶 而這個阿蘭布拉宮呢 他用了很多指法 很獨特的指法 叫做Tremolo 中文怎麼說 在中文嗎 燦音 Tremolo的燦音 在五點吉他裡面 大家都知道 你會彈 如果你學古典吉他的話 要先學愛的Romance 這是初級的 但是你要談到進階的話 就是阿蘭布拉宮的回憶 他用很多Tremolo 剛才說燦音 那我們這位老師呢 古典吉他跟Flamingo吉他 這是雙修 所以我們請他介紹一下 Flamingo吉他的Tremolo 長什麼樣子 Flamingo Flamingo Flamingo的Tremolo 是我們的右手 的十指 五名指 中指 再十指 所以會有四個音 會有十指 五名指 中指 十指 然後很快的時候會變成是 好這是Flamingo 然後古典的啦 古典的他的音比較 因為古典的訴求是clear 就是乾淨 所以他不要太多音 他只要三個音的話 然後Tremolo 就是這樣 我們一樣演奏這個 愛的Romance 聽看看古典跟這個Flamingo的感覺 先演奏 Flamingo的感覺 就是這樣 好我們再換古典 古典就是三根手指頭 輪流就是五名指 中指 十指 一直輪流 有人會說這個是輪子一樣 好這樣聽起來是不是比較 稍微那麼乾淨 就是不是音那麼多 那因為Flamingo想要綿密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是會比較多的音 讓他的那個音跟音之間的距離 就更近 那當然這兩個詮釋方式就是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喜歡比較綿密的感覺 有些人喜歡比較乾淨的感覺 就是這兩個的區別 音樂就是成功 有沒有 我們文化在巷子不是蓋的 把文化帶給你 你就懂了 古典吉他 Flamingo吉他 所以我們現在就好好的 剛剛我們的歌手老師 很勤奮的幫他把椅子往前搬 就是為了讓大家看到 吉他演奏的時候那個指法 你看他靈巧的雙手 如何播出這個優美的旋律 剛才看舞者這樣動 動很大 但是吉他手的指頭 你仔細看 修長的手指 讓你產生了不限的愛憐 沒事 我們就請 阿倫